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论件》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部非常精彩的科幻迷你剧 《失落房间》的第二集 世界上真的存在能够打开任何一扇门的万能钥匙 无数的人都为了得到这把钥匙正得头破血流 因为它能够带你去任何想象得到的地方 拥有钥匙的男主角乔 自然然的被两个敌对的组织盯上 一个是信仰房间由上帝创造的教会 他们觉得收集起所有的物品就能够召唤上帝 得到上帝的垂脸 上一集中杀人的搭档就属于这个组织的一员 另一个组织是联盟 他们甚至物品会给人带来灾难 所以想要收集他们然后将其毁掉 詹妮佛就是联盟的一员 并且想要招募乔嫁入 上一集说到乔的女儿因房间重置消失了 乔发誓无论如何都会找回她 但同时无数的坏人都在盯着他手里的那把万能钥匙 尤其是被偷走时钟的老板 他派手下去将乔抓了回来 乔和老板说明自己需要用钥匙找回女儿 在这之前他绝对不会将钥匙交出来 老板已和他坦白 自己的儿子有白血病 所以他也需要利用钥匙 拿到一件叫玻璃眼珠的物品 他的作用是可以修复一切 四处求一无果的他 只能将治愈儿子的希望寄托在玻璃眼珠上 两名伟大的父亲都是为了自己的孩子不顾一切 心心相惜的两个人结盟了 老板告诉乔 有一个叫巴巴拉的女人几乎不会被发现 因为她拥有一个近乎无敌的物品书子 可以让时间静止 乔通过种种线索找到了书子的所有者 不过并不是巴巴拉 而是他的侄子 因为巴巴拉已经死了 那把书子也只能用来躲藏 因为在静止的时间里 只有书子的使用者可以移动 其他的一切都无法被改变 乔获得了侄子的信任 从他手中拿到了巴巴拉留下的另一件物品 一组照片 其中一张照片上写着荒地的地址 这无疑又和之前那个病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因为他那张卡片就是将别人送到荒地区的 病人带着乔来到荒地 乔这才发现这就是10号房间的旅馆所在地 但是这里只有9个房间 当他们进入9号房门后 乔感觉到这里有个女人的幽灵 而且还在他身上留下了印记 于是他们准备去就近的小镇调查 却在路上遇到了一个光头拿枪指着他们 不过他也并没有恶意 他告诉两人 那个小镇已经消失了 不过乔还是在小镇上仅剩的一家餐馆里 发现了9号房那个女人的照片 同时10号房间里的镜子上突然显现了一个指纹 乔赶紧将它收集下来 然后悄悄地潜入警局 利用搜查系统找到了指纹的所属者 就是他之前遇到的那个拿枪的光头 光头说9号房里的那个女人是他的妻子 乔跟他说明了自己的来意 只是救回女儿后 他将一切都告诉了乔 他们经营的本只是个普通的旅馆 一开始就只有9个房间 但不知怎的 妻子突然有一天发现了10号房的钥匙 打开门后他们都惊呆了 光头对这一切都不感兴趣 但是妻子非常开心 他想要收集所有的物品 随即成立了一个组织 他们几乎将所有的物品都设计完毕 妻子认为只要将物品正确的组合 就能够找回消失的10号房间 但是他错了 组合的物品不仅将在9号房间做实验的他吞噬了 在场的人几乎也全部死亡 几个月后光头再次看见了妻子 但是只有几秒钟 就像乔看到的那样 妻子被物品吞噬了 光头说这一切的关键在于一个钟表盒 它可以防止一切腐烂 但是钟表盒现在在教会手里 乔只能去找搭档 用进入10号房间的权力 跟他交换教会的钟表盒 心怀鬼胎的搭档答应了 乔带着钟表盒进入了房间 在女人出现的那一刻打开了他 女人告诉乔 他见过乔的女儿 女儿在等他去救 同时乔也惊喜地发现 芭芭拉留下的那组照片里 有一张可以复原房间里的所有场景 而房间里本来是有个居住者的 他无疑就是一切的关键 现在乔必须找到那个男人 才有可能找回女儿 好了 今天的剧集就介绍到这里了 如果你点了个公众评论的话 我就陪你一起整个世界哦 欢迎大家在评论里留下想看的片名 让明媚带你看进各种精彩科幻点 下期见啦